八点最热报podcast是由YouMobile为你呈现 欢迎收看八点最热报 你好我是肖慧民来看今晚热报 武统最高理事会议局 开除安努亚穆沙等三人的党籍 总秘书阿末马斯兰预告 接下来还会有人被对付 今年1月至10月份申请护照的人士暴增四倍 移民局共发出230万本护照 政府部门处理护照申请的速度缓慢 多次引起民众的抱怨 刚刚走马上任的内政部长赛福丁 今早跟布城移民局高层开会之后 召开记者会解释 从今年1月到11月期间 申请护照的人是暴增四倍 移民局官员已经加快处理速度 一共批准了230万的护照申请 这相等于每天要平均批准6000个护照 而通过线上申请的人数达到了98万 占总申请人数的45%左右 目前当局正尝试简化申请程序 以提高效率 这对政府引进外劳速度缓慢的课题 赛福丁在记者会上也做出了解释 我们来看记者陈凯轩 马泽伟在布城移民局的采访报道 新冠上任的内政部长赛福丁 今早来到了布城移民局和移民局高层开会 了解多个人民关心的课题 那赛福丁呢 随后在记者会上 除了讲解护照申请数量暴增的课题 赛福丁还提到了雇主们很关心的外劳课题 他就搬出数据指出 截至今年11月30号 我国持有临时工作准证的外劳有139万人 其中工厂制造业占最多达51万人 建筑业30万人 服务业20万人 女佣领域占9万人等等 有关引进外劳的申请缓慢 有雇主把矛头指向政府部门 对此赛福丁解释 除了受到外劳来源国的政策影响 其实有一部分是雇主本身的问题所导致的 另外针对网络上传出 有几名被关押在沙巴金马利扣留营里的男子 疑似遭人虐待而变得受捕如柴 赛福丁是驳斥了这个指控 他说这些扣留犯在进入扣留营之前 就可能存在健康问题 因此呼吁媒体 不要过度炒作 要公平报道 如果我们要迈过去的关注 就算是否有关于不自然 第一次看到 是什么是如果是一个人的 是一个人的 其他人的 还是他也正好 是否也正好 率有关于 痛快活动 肢性的 因此有关于脏肢体的 气愿者是 适合作 它是终起来的 终起来的终起来 他不停 要出现 我会相信 好 来看今天的晚间头条 张冠有说从大选成绩结果剖析 并西蒙恐十七周 新周 塞夫鲁说 要各企业随行 春节后率团赴华招商 中国报 反贪会初步调查 4375亿非政府资金 只查925亿 光明 姐妹控诉遭非礼八年 我爸爸是狼 大选之后 水主布城的戏码 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巫统党内清理门户的大西 却悄悄开始上演 靠着跟西蒙组建团结政府 成功入主布城的国阵巫统 现在算是暂时 从大选的惨败当中站稳了脚跟 而过去一些开始公然 对抗巫统主席阿摩扎西 还有违反党役的领袖跟党员 也陆续遭到清算 巫统昨天晚上召开最高理事会议 而在这一场西蒙跟国阵 共组团结政府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 也议决要开除三名区步领袖的党籍 那其中最受瞩目的正是 之前多次公然跟党主席阿摩扎西叫嚣 指控扎西勾结西蒙的 前通讯部长安努亚莫沙 那虽然巫统是没有发文告 宣布炒人的消息 但巫统总秘书阿摩马斯兰 今天已经向媒体证实 巫统开除安努亚莫沙 已经即日生效 那说回昨晚的巫统会议 巫统两名副主席 沙比里还有马哈兹尔都没有出席 根据另一名副主席卡丽诺丁的说法 沙比里是因为他需要出席另外一场活动 而没有现身会议 那至于马哈兹尔缺席的理由 就没有交代 不过召开最高理事会议的巫统总部 昨晚却迎来惊喜嘉宾 那前首相纳吉的妻子罗斯玛被发现在一群人的陪同下 抵达巫统总部 不过消息人士向自由今日大马强调 罗斯玛并没有参与巫统的高层会议 他只是在会议之前跟特定的巫统领袖见了面 只是短暂逗留而已 巫统昨晚召开组建团结政府后的第一次最高理事会会议 多名巫统领袖都有出席 单独不愿意对媒体发言 只有巫统最高理事 不爱事后向记者透露 有三名区步领袖遭到开除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不爱强调这三个人是因为违背党义 帮政敌竞选而遭到对付 有很多企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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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今天 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在回到奔真选区出席活动时 向记者证实了遭巫统开除党籍的三人身份 并强调开除安努亚的决定 即日起生效 阿末马斯兰也预告 巫统清理门户的行动陆续有来 任何党员擅置上阵大选 以及担任其他阵营候选人的提名人 也会被采取行动 我们也要求宣企业的企业 成为人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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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 那今早也在面子书上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帖文 安努亚说他昨天晚上发了一场梦 他梦到自己住了很久的祖屋失火了 那很多人都已经逃离着火的屋子 而他因为很爱惜祖屋 想要尝试灭火 避免更多人继续逃走 但是啊 他说他在灭火的时候 却突然被拉走 那只能够在外面眼睁睁的看着祖屋被烧 虽然安努亚的整篇贴文都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由于发文时机敏感 外界就纷纷解读 安努亚是在用这一场祖屋失火的梦境 来暗喻试图拯救巫统的他遭到对付 但是安努亚的祖屋失火论马上就遭到了反击 巫统宣传主任伊珊加里尔表示 他说他也做了一场梦 他梦到有人尝试暗中放火烧掉屋子 他还说啊 放火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要把主人家给赶出家里 所以必须要在屋子起火之前赶走暗地里搞破坏的人 那伊珊加里尔的这番话 也明显的是在隐身安努亚 是破坏巫统的肉中刺 必须要给拔掉 好 在这我们打住一下 来看下节日报 国次挑战中美红线 国务院批准4亿美元军售案 美国又卖军火给台湾 武统的法庭帮领袖当中 那今天有两个人上庭 但是命运却截然不同 武统前华林国会议员阿杜阿兹 设计的道路工程贪腐案 在今年9月被判获释 但不代表无罪之后 今天高庭进一步宣判 阿杜阿兹获得无罪释放 意味着他已经完全摆脱这宗案件 但另外一个人 沙巴副首长兼巫统金纳巴当案 后任国会议员邦莫达 他所涉及的贪污案 在司法检讨的申请当中遭遇挫败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沙巴副首长邦莫达夫妇 今天再次上庭 要求检讨他们在今年9月 在一宗涉及280万金额的 贪污篡罗案中 被判表面罪名成立的裁决 不过他们的申请 遭到吉隆坡高庭驳回 两人会再次提出上诉 首相安华早前揭露 前朝国盟政府涉及农用6000亿令吉 但经过反弹会调查发现 当中只有925亿令吉 来自政府资金 其余4375亿令吉 并非来自政府 基于上述理由 反弹会将集中调查这925亿令吉 霹雳警方连续三天 突击了圆秋 廉价祖屋区 以及码头等等的吸毒者聚集地 扣留多达518名吸毒者及毒贩 警方在行动中一共起货 总值超过350万令吉的毒品 当中包括96公斤的冰毒 11公斤的割冻液 登加楼的呱拉登加楼 从昨晚开始下起连绵陶雨 加上大涨潮 导致多个地区爆发水灾 水未达到成人的小腿位置 有50名灾离被安置到两所疏散中心 台湾课题 就是中美关系的一条红线 那中国也多次向美国强调 不要越过这条红线 但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那天 还是宣布批准了对台湾的两笔 总值4亿2800万美元的军售案 而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第七次批准对台军售 那这些战机零件呢 将会支持台湾的F16战斗机 本土防御战斗机 还有所有源自于美国的飞机 跟相关系统 那主要用来应对近年来 频繁现身台海周围的中国战机 对此中国国防部表示 美国是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美两军关系 和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谭克菲根表示 近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一边向中方做出严肃承诺 一边却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那不只是持续对台军售 推动涉台法案 更陆续派遣高官访台 这些出尔反尔 自相矛盾的做法 充分倒露美国 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面目 那严重损害美国的政治信用 还有国际信用 谭克菲的声明也强调 台独跟台海和平稳定 两者是水火不容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并敦促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国家利益 还表示 如果美国一再食言 那势必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最终也必将引火烧身 如果美国国务会的众议院 昨天还是以350票赞成 通过了包含对台湾售卖武器的 国防授权法案 美国众议院昨天以350票赞成 80票反对 通过总额达8580亿美元的 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包括授权美国在未来五年 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 无偿军事援助 同时要求加快处理台湾的军购请求 但这项法案下星期 需先交给参议院审议 如果通过将交由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其实在美国国会表决之前 中国外交部已经激烈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 美国这么做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也损害了台海和平稳定 并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搞以台制华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勇 下节日报 马中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安华向中资招手 大马划商抓到商机 首相安华上任之后 其中一个最大挑战 就是要搞好经济 那尤其是要在短期内看到成效 我们昨天的报道有提到 安华需要中国这颗引擎来助力 那需要资金雄厚的中资 倒来刺激国内的经济 然而积极向中资招手的可不只是大马 那东盟各国 尤其邻国印尼 一直在加大对中国招商引资的力度 在吸引中资方面 那大马要如何跟其他东盟国家 尤其是印尼竞争呢 马中总商会荣誉会长陈有信 接受八点最日报访问时就表示 大马有着其他东盟国家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占大马人口将近23% 共680万的大马华人 跟中国同文同种 语言文化相通 因此备受中资青睐 但是陈有信也坦言 在商言上啊 对生意人而言 利益是最主要的考量 不是靠几次犯罪应酬啊 称兄道弟 谈谈相情 就能够轻易拿下大生意的 中国企业家也是精打细算的 那大马商家应该要清楚知道 自己能够拿得出什么强项 能够提供什么优势 在商业圈里 并没有所谓 纯粹靠情感 靠感情就能够长期合作的 财经分析师孔玲龙表示 其实马中企业在很多领域 都可以优势互补 比如大马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包括棕油石油 还有各种矿产资源 但是我国的高端科研人才 却不足 而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 就能够辅助大马 把原产品加工 开发成更有附加价值的产品 在双方共银合作下 再将产品出口到东盟 甚至全球市场 那孔玲龙指出 大马整体发展水平 跟经商环境都不错 投资法律条文也相对完善 多余人才 人才也比较多 那策略性的地理位置 也适合中企进行转出口 与此同时 大马的消费水平 又不像邻国新加坡那么高 投资者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 得到更好的投资回酬 那这也是不少中国大型企业 把大马当作区域中心的原因 除了经贸领域方面的合作 程有信认为 马中合作甚至可以延伸到 国际教育产业 由于中美持续交恶 然而不少的中国学生在赴美留学的过程当中碰壁 而大马则成为了很好的替代选择 不但距离更近 学费还有生活成本也相对便宜 由于大马属于英联邦教育体制 那加上大马特有的联办课程 学生在毕业之后呢 可以获得受欧美知名学校承认的文凭 让大马教育越来越受到中国家长的追捧 大马华社不遗余力 维护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 一直让中资倍感亲切 这方面比其他东盟国家更有优势 马中总商会荣誉会长陈有信认为 与中国同文同种的优势 虽然给了大马很好的起跑点 但之后能不能长久合作下去 还要看各商家的努力 毕竟在商言商 大马企业要善用自己的强项 去和中国优势互补 比如清真市场 就是个很好的合作商机 清真市场其实是很大 中东市场就是非常大 回教市场还没有完全开发 中国有的产品是回教市场需要 可是他们的清真的认证 不是很受欢迎 所以马来西亚这方面有我们的特征 应该是说双方要找到优势互补的情况 大家一起一起发这个财 这样的可能性最高的 因为你要找出你自己的强项 才有合作的基础 财经分析师孔令龙也认同 大马处于东南亚核心地带 可以成为中国投资者进入东盟 甚至前往中东 澳洲 纽西兰等国家的桥梁 充满了投资机遇 再加上大马经济增长稳定 国家基础设施完善 这些天使地利都能够成为大马商家的优势 地理为之 我们马来西亚就属于东盟的中心 你看三到五个小时 我们就能够到达了东盟的主要的城市 地盐性 它还有这个人文 穆斯林市场 华人还有印度人 除了辐射到整个东南亚 也可以辐射到中东市场 最重要的 马来西亚除了这几个国家 我们其实可以辐射到澳洲跟新西兰 因为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音质法的国家 除了拥有先天优越的地理位置 孔玲龙表示 大马的人力资源素质也很高 很多专业人士都是海外留学归国 而且掌握多种语言 许多人都具备良好的中英文能力 而且拥有全球化的价值观 及多元的文化背景 这些都是跨国企业需要的人才 马来西亚你看在英语方面 当然是很强 我们是英国的支柱 所以中国能够利用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不只是有形的桥梁 产品在马来西亚输送到其他国家 也能够在这个无形的马来西亚 在这个语言方面 合业方面 在谈判方面 我们都能够成为中国的区域的一个桥梁 尤其在服务的领域 你看马来西亚的律师 马来西亚的会议师 建筑师全部都能够以中国合并 做出一番的事业 也能够跟欧美接魁 马中企业可以合作共赢 有钱一起赚 陈有幸指出 即使在过去两年的疫情期间 马中之间的贸易还增加了34% 他说很多中国中型企业碍于清零政策 再加上受到欧美国家围堵 还没有机会冲出海外 全面动起来 而中国的中型企业 其规模相等于是大马的大型企业 大马商家如果能够抓住这个合作新机遇 将有无限的潜能 中小企业今天是有很多机会 一定要把中国考虑在你的合作范围里面 不是只是传统 只是在国内 比如讲各种的带领权 中国现在有很多产品 中国已经这么一成功了 可是在整个全世界 他们还没有一个能帮他打 所以我们的中小企业 可以毛费之间 用各种条件来说 给他们的机会 来代理 或者在马来西亚先做 然后整个东盟 然后整个RCEP 真是全球 那刚才孔玲瓏有提到 大马因为独特的地缘优势 是中国企业进入东盟 跟前往中东 甚至澳洲 纽西兰的衔接桥梁 那陈友欣也认同 大马汇集了多元流社会 正好跟三个新兴市场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除了跟中国 有着中华文化的渊源 那大马部分人口 也跟印尼还有印度呢 有着相近的语言文化 他说 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 近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而印尼被市场看作是 下一个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 增长引擎之一 陈友欣说 大马是一个很好的区域经济中心 能够协助企业的业务 辐射到这些 很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好 接着我们换 另外一个看点 德国的这个环保组织 Last Generation 最后一代呢 近期多次以极端的抗议行动 来博人眼球 昨天 他们把目标延伸到了 柏林跟慕尼黑两大机场 不止动员闯入机场跑道 甚至还把自己 粘在跑道跟停机坪上呢 来表达他们抗议 低价航空旅行的诉求 他们呼吁政府 应该要扩大 低价火车旅行的优惠 停止针对航空旅行提供补贴 由于他们表达诉求的举动太过火 迫使警方展开了逮捕行动 德国一个环保组织的成员 昨天擅自把慕尼黑机场的围栏剪开 闯进跑道 然后盘腿坐在跑道上 甚至还疯狂地用胶水 把自己的手掌给粘在跑道上 来表达抗议 警方表示 这些环保分子的行为 导致机场跑道被迫暂时关闭 让部分航班的起飞和降落受到延误 除了在机场上演极端的抗议手段 在柏林的街头 也有环保分子举着布条 直接坐在市区的马路中央 上演封锁行动 警方在劝告无效后 派出多名警员 把赖在路中央的环保分子 一个接一个地拖道路边去 执行清查行动 Konichiwa Hola Bonjour Good day,mate Sawadika 无论您去到世界哪个角落 U-Mobile都让您尽性漫游 全新U-Mobile给您免费国际漫游数据 即免费接听来电 在全球63个目的地都可享有 然而在马来西亚境内 您也可享有高达1000GB 5G高速数据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 您都无懈可击 详情浏览 U.com的卖